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大扁一大堆 大家好 我是鬼王的同学 屈指 欢迎 还有刚做完月姐 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的漂亮妈咪 陈萍小姐 大家晚安 我是陈萍 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刚发芯片 大家要多支持危险天使的陈薇小姐 大家好 我是陈薇 请多指教 谢谢 命力老师 谢远锦 谢老师 台湾好 客观好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前 不可思议的主题 先看我们今天的主题 什么 鬼月看鬼片很刺激 但如果真的撞鬼 那事情可就大条了 八年前一人曲爱玲在太北的饭店里 就有这么一段灵异经验 晚上睡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东西 砰 打了我的下巴一下 我的眼睛一睁它有一团白球在我的眼前 就把白球推开之后就看不到咯 什么都看不到咯 可是我的床垫就在我脚边 就一直感觉有东西这样来回的走动 一人常常爬爬走 或多或少有些在旅馆遇贵的经验 一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我突然就是一个翻身 然后那我觉得我腿有跨到一个膝盖 膝盖这个地方 那我就顺手就往上摸摸摸 有摸到一个背膀 是真的这样子的一个背膀 很真实 女主持人王莉玲她就说 她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电视一直开 就是她怎么顺着电视 就自己一直打开 一直打开一直打开这样子 然后还有另外的人是听到 有人在外面一直跑 我也觉得我好像有听到 有人在外面跑 现在讲起来轻松 但当时碰上了可是心跳一摆 这样的灵异经验太恐怖 想找刺激的话 真的还是看看恐怖片就够了 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以后每一周五呢 我们都会请到一些名人 来跟我们现场分享 他们不可思议的经验 今天很开心 我们请到了薛志正家族 听说陈薇还是个仙姑 她有预知能力 那刚刚看到的新闻片 其实很多艺人在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拍戏 拍MV 都常常会碰到灵异事件 对 非常多 尤其是鬼月的这个时间去大陆 不论是出外景拍戏 很奇怪 好像那里的那个鬼非常密集 是啊 有时候做五星级的 六星级的 不管什么 五星级 六星级 二星级 通通都会遇到 上个厕所也会遇到 都是这样 然后主要就是有些外景地 会去比较偏远的地方 像之前吴大为跟孟广美 他们还在一起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就一起主持一个外景节目 那那次去的来宾还蛮多 还有宏熙德 但是要去哪里呢 要去广西 那广西桂林就是算比较里面的 比较内陆这样子 然后那个地方有个地方叫林渠 他们到那边去取景这样子 可是可能旅行是安排的不是很好 所以他们是整个队伍杀到当地的时候 我才发觉说他们市区里面 主要的饭店都订不到了 就有司机想说 那你们要再往里面走一点 那边好像有一个像客栈一样 那种比较古老的 对 所以你们去住那里好了 好吧 因为天已经快黑了 又很偏远 所以他们就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发觉只剩下三个房间 可是他们因为有一群人嘛 因为通常外景堆都有一些 有制作人 有摄影师 工作人员就至少六个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宏熙德跟吴大为 就分一个房间 住在一块这样子 然后反正已经很晚了又很累了 就住进去 住进去就只有一张床 你知道男生就有这种很奇怪的 那种那个 皮好 对 男生是不能睡同一张床的 对对 没错 很奇怪喔 老师你会这样吗 老师就不会跟别人睡吧 就是我跟雨生无所谓 我们可以抱在一起 或干嘛都无所谓 我们可以睡一张床 可是男生喔 打死不睡在同一张床上 同性相似 不是 因为我先说一个插曲 因为之前我们同事一起出差就是这样 所以同一张床 结果睡到半夜他醒来 他发觉另外那个同事睡在他肚子上 因为他有习惯抱着人家睡 那男生就会觉得很恶心 很恶心 同性恋就是觉得 对 所以他们那天晚上 就干脆就是那个 吴大为睡床上红齐德就睡那个 地板 对 无所谓嘛 一个晚上 可是他们两个很累 就穷聊天 就睡着了 那红齐德是说 他睡到半夜 他就听到 叮叮叮的声音 就很吵你知道吗 对 好多人这样吵一吵 他想怎么可能 不是这个 因为这个房间很安静 而且又很偏远 而且住进来的时候 也没看到别的客人 对 怎么会这样很吵很吵 可是他 因为在睡梦中对不对 你觉得很吵吵 你会怎么样 就是睁开眼睛 观察一下 好 他稍睁开一点眼睛而已 他就看到有白色影子 在他的那个前面飘 这样子很快速的这样子 飞来飞去 简直像演武侠剧 他就 怎么会这样 然后全身不能动 通常这种是不是鬼压床 我不知道啦 因为你已经不能动了 因为那个东西 已经就在你的想法 是 那他觉得 怎么会这样 但是他就赶快去飘说 无道人 无道会更惨 他看到是一个人 没有头 但是直接骑坐在他身上 那是女鬼 根本看不清楚 根本看不清楚 他吓死了 整个晚上他都不能动 就一直惊在那里 快天亮 觉得应该是结束了 好 他就醒来这样子 然后后来他就遥醒吴大伟 因为吴大伟也在睡觉 他说 怎么会我看到你 你有没有看到 他说 我以为你没有看到 我有看到你 他说 我有看到有一个没有头的人 在你的身上 在宏杰的身上 那宏杰是说 可是看到你的身上有这个 原来他们看到的是一模一样 那天亮了 对不对 他们住进来的时候是天黑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不知道外面的环境 是 天亮了 窗户打开 原来那个地方的后面 就是个墓园 因为在大陆 被古文野鬼都出来冲敌音 对 在大陆很多这种地方 后面就是个墓园 那天就出外景之后 当地人就跟他们讲 你们好猛 那地方没有人敢住的 为什么 他说 你们知道吗 那个话说从头 秦始皇在开草运的时候 这么久 就在那个地段 死掉很多人 非常多的人 所以晚上一定会发生 这种非常奇怪的事 每个住进去 就一定会看得到 因为他其他工作人员 住别一间就不会 只有他那一间 对 只有他那一间那个位置 为什么他们的窗户打开 后面是坟墓 是喔 謝老師 我有朋友 也是有灵异体质 他们说如果被鬼压床 也是这样 都不能就是挣扎 不能... 对 看得到 而且他起来 他穿牛仔裤 像这么厚的牛仔裤 还真的会有那种 被撕裂的那种破掉的 會有瘀血啊 或者是那个抓痕 对 身上会有伤痕 一般来说像这种瘀血或伤痕的话 其实一般大部分都不会痛 可是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像手印或什么 或者是脚印也会有 但是一般来说的话 通常他的 我们讲说大小 跟我们一般的脚的大小 会有比较放大或缩小的这个情况 那代表不同的 有的是模型 对... 表示他的那个层次 还有能量的不同 那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观众朋友 如果去到像国外的饭店的话 通常你要先问问看 就当地有没有什么辟邪的东西 比如说OK 他们像有些地方 比如说像有些朋友到大陆去 他就... 我一样带这个 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这个 比如说护身符 他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结果用了所有的护身符之后 发现拿那个... 毛... 毛泽东的那个像 那个像拿出来 发现... 他可以避洗 就可以用 真的... 他要去买 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东西 像这个东西比较特别 这在马来西亚叫鬼角 那一般在印度或马来西亚 他们呢 就会用这类的东西 比如说他这个是把它做好 那这个是完整的外型 那这是里面的这个角 他们认为说 你只要把它带在身上 或者是把它撒在屋顶上 那这个房子就比较不会受到警寒 那在七月份 还有哪一些这个保平安辟邪的方法 等一下老师再告诉我们 薛之正有一次去住到死饶房 差一点连命都没了 我不是住到死饶房 我先讲我的大陆的好 站三分钟时间 我在大陆呢 就是上海拍摄 而且是徐家会 很好去遇到 但是一住住三星级 这一住住三星级 也就算一开 景观蛮好了 为什么前面都是公园 你知道吗 蛮好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每次都被操得很累嘛 根本不会想什么 就觉得床底下有人 在等你还是什么的 彈簧床自己会这样浮起来 一个人睡啊 对啊 一个人睡啊 后来就睡得不舒服 我就铺两床棉被 还是有人顶 还是有人顶 你知道吗 从背后顶你喔 对 那时候我就想 人无所谓 反正我这种事情见惯 开玩笑我就打啦啦 互生服一放 应该没事吧 应该没事 对 结果过几天 真的没事了 才看到他们来这边什么 祭林 祭林 就弄了半天 那公园根本就是一个死饶监狱 底下就是日据时代占领 在那边枪决人犯的 所以他们在那个 当地刑场 当地刑场 什么的 那人走了以后呢 就礼拜六礼拜天过去的时候 人走了以后呢 整个公园跟牧园一样 都是白花 真的 我才知道阿娘威 然后我就 就你住的那个其实也是 对 那我做完这个处理以后呢 对 就是隔壁两床发生问题 那一边呢是真波城 另外一边是王浩 他们也都碰到 对 然后我就把他们叫进来 我说你们晓得有对面公园什么 一个小的 那不晓得我们也就不讲话了 是曾国陈不晓得 对 这样往后来我就说 你的情形是怎么样 怎么样 我说我不是 我是床有人 对 对 不是压 他是被压 我是被 对 就感觉上好像在推你下床 他觉得那是他的地方啦 你来睡了他的床 那你怎么处理 我说 哪里公园 哪里公园 不晓得你去管 我也只有多一个身不政府 另外一个被顶了 我就没讲 就讲讲了 所以真的也不能有这种 邪心坏心 你知道吗 反正我跟你讲 他坏事做多好 让他受受成他一个关系 讲完这句话 整个窗户 落地窗 那个窗帘 就无缘无故 帮下来 怎么会这样 那一般帮下来的话 总是有 水泥有缺块什么的 然后钉子 脸的水泥块什么的 不是 它就是一个 一个锁锁的洞 然后上面的螺丝都还在 然后再把它锁上去 尖怪不怪 你得罪他了 对不起 隔壁的人也不要去闹他 也是我妈 我们只是在拍戏 拜托 就那一个礼拜就向寒五四 后来呢 我就 那个台湾 后来反台价玩了以后 回来 然后又给我一些比较特殊 就好像老师讲的 就是每个地方 每个地方的好兄弟 所要抑制他们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然后后来才把那一段 前半段洗拍完 然后又移到另外一段 那移到另外一段 发生更恐怖的事情 但是我先讲 我在台湾爬下来拍戏的事情 跳我的桥 好 我现在从上海要回来台湾了 就回来台湾了 回来台湾是跟我老婆访 还没有那时候还不是我老婆 我们那时候还没结婚 男女朋友 还没结婚 男女朋友而已 对 然后呢 我们两个在拍 因为已经播出了 所以我直接讲 叫做台湾百合 然后那个地方要叫家喻监狱 家喻监狱 家喻监狱 刚好那段时间就废弃了 废弃了 那段时间戏里呢 监狱我大概一两个镜头 我先拍完了 但是我也要等她 继续留在那 对 继续留在那边 所以我就早上就起得比较晚 对 差不多快中午的时候才起床 去剧组一起吃便当很开心 你知道吗 然后去找她 那有林荫大道 很漂亮 就是有椰树什么的 好好走道 我不走 太热了 又快中午了 我就走牢房里面 比较阴凉 她老房有三个通道 然后呢 这三个通道 都可以通到不同的地方 三走通道 有Do Re Mi 我好时不时选到Do Do的官司的死刑犯 重刑犯 都是那种无习徒刑的 要不然就是死刑犯 然后一走进去呢 就从脚底 一走进去 从脚底到底有什么感觉呢 所以我们搭个电车 这样子 其实她那天根本没有带任何人 她一个人就开着车 从木炸 然后过另外的隧道 整个要去沿河那边 所以她过隧道的时候 看到扣到钱 有人 对 不晓得要送到去哪里 illeurs 我这样跟辰萍 在嘉义私ota监狱里面拍戏 你走过那个什么朷房 其实我现在才知道 現在妳講起來很輕鬆 但是當初第一腳踏進去的時候 後心涼 從腳底起來 然後就覺得 突然有點那個 像貧血 血糖過低那種感覺 有一點那個 我心裡在想 不要搞我 你們搞不清楚 我可是 加持過 不要弄 講完以後 等一下 那心裡想 然後講完以後 還真有效 不弄我 然後每次就拍完戲 然後拍完戲以後 下午 收工了 收工了 嘉義離台南很近 那台南她有親戚在 然後又開牛排館 我們就過去吃牛排 那吃完牛排以後呢 我就跟她高級餐廳的老闆 也就是她一仗 出來聊天 那抽一點雪茄 很銷售這樣 然後這個畫面呢 停留 我就停格了 然後下個畫面 我就躺在地上 抽到一半就昏倒 對 然後躺在地上 眼睛正開的時候 我就站起來 然後有一個鐵絲卷這樣子 黏在我鼻子上 什麼 鐵絲穿過你的鼻腔 對 就從鼻翼上面這邊 這一點這樣穿進去 然後我就把它拔出來 一拔差不多四五公分 多粗 然後拔很細 很細 還好 有流血 就是這樣子 如果粗的話 我還覺得不怎麼樣 有流 但是還好 醫生說是剛好擦到鼻腔 裡面的空間裡面 沒有傷到別的 沒有傷到別的 那就弦的也在這邊 如果擦的話是一根粗的 啪 很容易穿 它那個細 手這樣一頂它就軟了 它怎麼擦得進去 對啊 它沒有那個硬度 那當下都沒有去想這些事情 然後就只聽到他一張說 流血了 看一看 你還好吧 我很好 我沒事 一站起來 又昏倒了 又軟腳了 然後那時候是我一這樣 衝到我們那個 我們大家還有很多 在圍在那邊吃飯 他說快快快 學生昏倒了 學生昏倒了 他說昏倒幹嘛 他說不知道 跟他聊天 他聊得很開心 就看他人這樣子 前後這樣晃 晃晃就棒了 我昏倒的跡象不是 軟腳 不是 他是前後晃 然後就叫他沒有醒 就叫他叫了好幾秒之後 是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這樣子 然後他就微微睁開 幹嘛 發生什麼事 他完全那一段 沒有意思 完全沒有意思 送到就急診室了 去把你 知道急診室試的時候 那種外傷 來 量你血壓 血壓不量也好 血壓一量 醫生就拿病危同指數 叫我們牽 叫他牽 標得很高 這我不曉得 不是 很低 很低 已經30級而已 平均是30 最低20 最高50 這麼低的血壓 當時伸強體狀 怎麼會突然變血壓 對啊 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醫生從頭到尾 開始做檢查 也去做斷診掃描什麼 有的沒有的 全部都做 都很健康啊 然後他的白血球 全部飆高 飆得很高 然後他的那個血壓 是低到低到不行 然後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你不行 你一定要住院觀察 你整個都不對了嘛 然後不行啊 我們還要趕回去啊 那他說 你一定要在這個醫院 最起碼要住一個晚上 因為他已經完全不行 他只要一起來 整個人是暈眩到不行的 然後整個醫生 他們團隊去檢查 檢查不出任何的毛病 都說他身體是很健康的 謝謝 這時候請你繼續講 不行 這時候你要接 沒有 然後我媽就很天真說 醫生查不出毛病 趕快先找老師 就打電話 打長度電話 就回台北去 就請老師說 趕快幫忙查 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好好的一個人 在吃飯的時候 他剛剛吃完一顆牛排耶 應該是那個 血糖都足夠的啊 都是足夠的狀況 怎麼會這個樣子 結果老師去趕快查 他說他卡了一個 在身上的 然後就在台北 趕快現場幫他做 因為我們沒辦法趕回去 我們趕不回去嘛 他就感應到 就是已經有一個 他從監獄那個店 就帶出來了一個 很兇的 在他身上 然後呢 就是趕快隔空做就對了 然後就現場馬上 就他們那邊有做了七朵蓮花油 趕快就是燒啊 做一些有的沒有 然後叫他回去台北 一定要做超渡 我還要再自己... 自己要再做一次 一定要再做一次 因為你說你這個很嗆啊 他就慢慢弄你 好怕吐出來了 這是第一百目 還有一個第二百目 我走的是死勞監獄 監獄裡面呢 還有一個富幼中心 都是女犯人 帶小孩子的所有的富幼中心 然後另外有個男藝人 在那邊拍 迪志捷 他更天才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 當時拍戲的時候 還有演舞台劇 那舞台劇是 我們在屏風表演班 在那邊排戲 排完戲以後 常常會有人 帶一下帶一下 順便搭個便車 這樣子 其實他那天根本沒有帶任何人 他一個人就開車 從木柵 然後過另外的隧道 要準備要去永和那邊 結果他過隧道的時候 看到後倒鏡 有人 對 那他不曉得要送他去哪裡 很累的 因為這樣子 他忘記說他到底是等誰 對 到底是在誰 然後他就自己這樣莫名其妙開回家了 你知道嗎 在看 人下車了 中間 他中間根本沒有停車 他中間沒有帶人 對啊 你知道嗎 那是他自己下車了 對啊 他就下車 根本也沒當一回事 他可能想太累了 一次 後來我們隔了三四天 又去排戲了 對 他後來這次精神比較好 開開開 對 帶女生 心裡就想說去哪裡 對 那嘴巴一直沒有講出來 還是傻人的開回家 開到家以後 再看過事情 沒有了 嗯 他進山洞前 有 出山洞前 有 一直在路上有 到了家沒用了 就看不見了 好 後來他把這個情形猜到 學哥 聽說你還要昏倒 是不是 你是不是也被弄了 對 被弄得很嚴重 他臉死掉 他說 你也被弄了吧 沒有 我被跟了 真的 跟得很嚴重 怎麼會 一直跟我回家 所以我趕快也跟 跟平講 然後找師傅舉辦 弄了半天 還好 跟他的人不是要弄他的 跟他的人是看他心地善良 希望他把他超度 同一個人嗎 不同 他都是女的嘛 跟他的那樣 不同 三五個女的 這樣這一組人在跟他 然後換人跟 而且不好意思跟到家 那事實上有沒有跟進家 他不知道 但是至少... 但是可能會在他到家前 就不見 他就看不到了 但是在... 只要他開車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 好累 然後就看 還繼續看 你說他那段時間的 腦筋有多大的要挑 對啊 對 你們打得好大 因為當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都是 是把經濟神器 全部都用盡以後 回到家的時候 都是真的有點痴呆啦 是啊... 真的有點痴呆 那那個人我不方便 講他名字 因為狄智姐 不行一直這樣講 狄智姐了嘛 熊熊講出來了 狄智姐不好意思出賣你 所以我不要講太精細 下次你來上節目 自己講這個過程 好不好 後來... 後來就沒有 他就從車禍 對啊 整個這個地方 就是用那個... 什麼時候就是 載了好幾次之後 就出車禍了 後來去請老師 幫忙做處理 老師也幫他處理了 然後呢 就是過程當 當然因為我不在現場 不曉得怎麼幫他處理的 然後就是說 應該差不多了 然後他就回去 然後回去之後呢 沒有幾天 學哥 我車子撞爛了 撞爛了 怎麼回事 我出車禍了 那你人怎麼樣 還好 只是整個全部的頸部 哭住了 哭了真正一個月 因為他整個全部撞到後頸椎 頸椎為宜嘛 對 他整個全部撞到後頸椎 那這個你們的事情 你們家如果有大事的話 程薇不是都會預知到嗎 像前爸 前媽 前一陣子出車過 對... 其實那一次 因為我剛好那段時間 要準備發片的事情 然後 因為事情多就忙 可是因為我從小 以前就是有什麼事情 通常姊姊也會有這種感應 就是我們是感應比較強烈一點 那有時候會突然直覺 那我還比較好玩 就是有時候做夢也會 就是會有直接的夢 可是像那個前爸前發車或那個 對 那天就是我急著要出門 然後他們是剛好姐姐那個 寶寶滿月 然後隔天要出門 然後我又要出去 他跑宣傳 宣傳 因為他們要出門了 大概是中午的時候 可是我電話就一直來 就是要通告 然後就是要寫電台的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等一下 我就一直寫 寫寫寫寫沒多久 我想說 我不是要去做什麼事 然後我就是一直想 就是想讓你刻意想不起來 那種感覺 然後就想好 沒關係 先寫完這再說 我就繼續寫 寫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想說我要出門了 那我就想說下去 糟糕 出門了 那我想說 我是要跟爸爸媽媽說 開車小心 對 然後就是注意安全什麼的 那看有沒有就是護身的 就是帶在身上這樣子 妳就突然有一個意念 就要告訴他 對 就是從他們要出門前 其實當天那個時候 我就一直有這個意念出現 很強烈 只是不知道一件事情 就擋著擋著 就忘了 然後時間也錯開了 然後我想好吧 已經出門了 那沒關係 我等一下打電話 可以嘛 對不對 那我就想說 我先去上電台通告 結果手機到那邊 沒電 就好像一直在阻隔他一樣 妳覺得嗎 一直在阻隔 然後阻擋他去打這個電話 然後 那時候事後現在回想 我就跟姐姐和媽媽在聊 我說怎麼會沒電 然後想 沒關係 錄完電台 我想說 再看怎麼聯繫 快八點多 那時候其實事情已經發生了 都已經發生了 那時候我是沒有電 沒有 他們通知不到我 我找不到他的人 然後又耽擱完回到家後 換上電池才... 換上電池 又後面還有什麼 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呢 我們聽個廣告馬上回來 然後又被人家搗毀 然後就是這樣子一直發生 然後呢 等於是 連下個月的錢在哪裡都不知道了 然後後來那時候 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我就好清楚有沒有看到兩個數字 那時候我已經 已經預知 預趕到了 錢媽媽會出車禍 可是一直沒有辦法告訴她們 最後 車禍已經發生了 然後電池集結電話一來就說 其實他電話響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當下 就是我有錯氣的樣子 對 因為自責自己 當時他下去 因為他住六樓嘛 他們住五樓 然後他下去可能要拿什麼東西 要出門 他一進那個客廳的當下就說 有車禍 他的感應是非常的強 然後呢 那時候他說 他反應很強 但是他就急著想要出門 已經來不及了 他一直想要撥這個電話 他說那等一下再撥好了 然後他心中一直在念說 沒事沒事 平安 他一直認為說 是因為他工作上太累了 一直在跑宣傳 他可能自己胡思亂想 想太多 真的是有跟他講 對 他有跟我講 然後後來完了之後 他就去跑這個他的通告 我就一直聯絡不到他的人 那時候我還記得 下午三點多的時候 我還打一個電話給我媽 我說你們到哪裡了 他說剛剛從休息站出來 我說那你們開車小心一點 然後我就講沒事了 我就把電話掛掉 大概五點多的時候吧 就接到電話了 他們已經出車禍了 確實是你說這個 有雪光的話可以破解的 你破了好幾次 這也我不曉得 這也無意間發生的 是 因為那時候我的兩邊皮 大家看到我是貼紗布 是因為我昨天去做枕皮 把裡面那個 壞死的毛囊 纖維化的組織拔除 不然的話一個洞一個洞 大家看到 你麻風病啊 那為了觀眾的權益 你只有這樣做 但是一開始第一次去做整形的時候 不是 他說 你這下巴太短了 墊下巴比整拼快速 這真的 昨天我花了差不多三四個小時 動整拼 是 下巴才花四十分鐘 對 就墊了 然後師父那時候呢 我們在天母有一位寄工師父 那也是跟她那個公主是很好的朋友 是這樣子 那平常的話 我們也沒有 也沒有說有事求事 去求 求香問神拜佛 他那天 就是在我動八之前 動 叫我過來 你最近要出院門 是 是 是 去拍戲 要跟誰的眼 可能我會 等你期待 啊 雪光之災 雪光之災 是 啊 處理大吉隆 來 來 是 謝謝師父 我想我們人那麼好相處 我怎麼會有雪光之災 對啊 對不對 而且我大陸那邊都是有屁股的朋友 開玩笑誰敢惹我 對啊 對啊 是不是 但是呢 在去之前呢 啊 就後來 那個 乾脆整一整了嘛 反正又 又延了一個禮拜 是 然後就整好以後才去 去完以後就很平安的回來 那一些是師父 那個保持 沒有雪光之災 欸 沒發生喔 那是最好 不過 你這件事已經破掉了 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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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師父也有幫我忙 那我自己呢 也見了一些小血 所以這個小整形呢 也幫我借出了 雪光之災 破除雪光之災之一 是的 那你們講到那個技工師傅很厲害 他也曾經幫過陳秉很多忙嗎 對 但是不同的技工師傅 不一樣的 不一樣 那時候好多年了 十幾年前了 那時候我剛好那一年犯太歲 然後諸事不順 然後那一年呢 可以講說是霉運啊 那個是... 等於是走到最谷底就對了 他一直破壞我才好起來的 你忘記啦 然後我就那時候一搬家 搬家之前呢先遭小偷 我一進家門的時候客廳都很好喔 然後一進到我的房間 跟我的更衣鍵的時候 哇賽 我第一個直覺是地震嗎 凌亂 因為太凌亂了 整個化妝品的那種 全部倒的地上都是什麼的 我說哇 地震搖了也太大了嘛 後來我就一屁股坐在床上的時候呢 還有什麼東西 一打開看 我的所有的金飾的盒子啦什麼的 全部都空的 啊 招小偷 我才知道招小偷 那招小偷之後我覺得 不行 我要搬家了 因為已經有人來過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不舒服了 我就搬家 搬到家之後呢 結果不到那一個禮拜呢 車子掉了 而且莫名其妙喔 就車子不見了 而且因為我知道自己 那時候剛好那一年是犯太歲 盡可能不出門 也不曉得為什麼那一天 就莫名其妙想要出門看個電影 然後而且還是看晚 晚場12點多一點的 一出來 車子怎麼不見 脫掉嗎 地上會有寫字嘛 然後就什麼都沒有 去派手所報案 警察說你不屬於我們這個管區 你要到什麼管區去 一到那個地方警察說 小姐什麼事啊 我說因為我車子不見了 那我不曉得被拖掉還是怎麼樣 在哪裡不見呢 我就跟她講那個地方 我跟你講那個先生 被你找到五分鐘 他跟你在同一個地方不見 當下竊車集團 我就知道車子找不回來了 真的當下 我一個感應就知道 找不回來了 後來不到一個禮拜 狗不見了 狗莫名其妙跑出去也不見了 錢不見 車不見 連愛狗也不見 不見 然後我跟我們兩個人開車 我們所有地方 就一邊這樣找 你知道一邊叫 叫不回來 然後那時候我心想說 怎麼辦... 就是諸事不順 然後那時候又被人家搗毀 背了一百多萬的債 然後我受不了了 然後那時候認識一個乾哥哥 就說介紹我去一個激公師傅那一邊 那我去那邊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說 看看求求看 我的狗能不能回來 那如果求不回來的話 我希望有一個愛心的四祖 能夠把它照顧得很好 然後再就是說 車子能不能說可以找得到 就這麼簡單而已 然後呢 介紹師傅說 這兩項都很難找得回來了 那我就心裡面就是 算了 就是... 反正就是沒有了嘛 對 然後後來我就沒有想太多 然後說 這是最近都很不順 那請師傅就是幫忙一下 就是說 讓我稍微 就是不要這麼多事情發生 然後呢 等於是 連下個月的錢在哪裡都不知道了 因為要幫別人去墊這些會錢嘛 我都在哪裡都不知道 是啊 然後後來那時候 我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我就好清楚看到兩個數字 好清楚... 然後我起床第一件事 我說難道是在給我報名牌嗎 因為那時候沒有樂透喔 什麼都沒有 是大家樂玩之後 剛剛有那個香港六合彩 然後那時候六合彩 台灣也沒有啊 都是那種地下的那種... 對 然後我起來說 難道在給我報名牌嗎 然後後來我去跟我媽講 我媽說那妳去簽嘛 反正既然妳這麼清楚妳就簽嘛 她說那妳就買個一兩千塊 什麼一兩千塊 那時候對我來講是很多錢耶 連兩百塊都沒了 那時候才二十出一點點 那對我來講是很多很多的錢 我說不要了 那我就買個一兩百塊錢就好了 原來大概一支八十幾塊 我就買個兩支 或等等這樣子 就好了 然後我也不知道去哪裡買啊 結果東問朋友西問朋友 她說妳就去那什麼地方買 好我就去買了 買回家之後我說 有中就有中 沒中就是撩這一兩百塊嘛 不所謂 很好笑的一件事 我爸剛好走過那個地方 大妹...她叫我爸爸 妳知道嗎 什麼事 以前的小孩來這裡簽牌 她來簽牌 她怎麼會簽牌 簽什麼牌 然後那個人就打給她看 然後看了兩個號碼 簽這個喔 好啦 我爸爸也簽了 幫妳加碼 加住 不是...她簽她自己的 但她沒跟我講 是事後她才跟我簽... 對 同兩個號碼 後來那一天就開了喔 我中了五萬多塊 六萬塊錢 我好開心耶 以那個時間來講是 雖然那個... 不小補啦 對 不是什麼大千 但是對我來說是 我可以馬上解決 當下的很多的問題 然後我就很開心跟我爸講 我說我中那個六盒彩 我第一次簽中妳知道嗎 真的喔 妳中了喔 妳中了多少錢 我中了五萬多塊錢 我好開心喔 真的 我也中了耶 我說妳中什麼 就剛才妳簽的牌了 我把照簽啊 我中了三十幾萬 好開心喔 而且她還錄過耶 她還錄過 她中了三十幾萬 我說她妳怎麼沒跟我講 沒有 我想說看妳簽啊 那我自己也去簽啊 她中了三十幾萬 但是妳知道那個當下 我第二次... 第二天我馬上去謝謝機公司 我說不管是不是 妳來託夢跟我說 還是說是自己睡覺無意間夢到 但是我都還是謝謝妳 最起碼讓我在當下 那個月的難關可以解決掉耶 對啊 真的好運來化運走掉這樣子 好厲害喔 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常常講說 妳的運勢 到了一個谷底的時候 都會有反彈的一個機會 那只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運用而已 那當然有時候 透過這個神佛的力量 其實還是會有很大的幫助 老師妳有教過我說 如果要房子 家裡找小偷的話 就灑一泡自己的尿 霜在那個寶特瓶裡面嘛 放在門後面 像一般來說 觀眾朋友如果說 妳也有遇到這個 所謂的 譬如說犯小人或小偷的話 妳可以用一個容器 大概差不多可以裝 500CC以上 然後裝自己的尿液 放在房間裡面 一推開門的這個正後方 那基本上來說的話 對於官司或小人或小偷 那既然是很有用的 那曾經有一個這個 在中和有一個 有一個例子 是一個老先生 是 他被偷到 他一個禮拜被偷三次 其中有一次是他在睡午覺 他其實他已經醒過來了 他不敢起來 為什麼 因為他看到那個 那個年輕人 一手拿西瓜刀 然後一手拔他的手錶 他躺著 他手錶還在手上 他當然不敢起來 還敢起來 西瓜刀不然 他突然亂喘了 對啊 對 他一隻手拔他的手錶 一隻手拿 他看到他的刀子 所以他不敢起來 後來他就 他有盯了我們方式去做 之後就沒有再找過小偷 陳維銘也很幸這一套 他家裡就真的擺了一坦 一個陳年老尿在那個 要不要換那個鳥 不用 沒有 因為黃小樓 有一次去幫他打掃家裡啊 就以為那是茶 還要把他擋 他味道那麼難聞的 你好朋友耶 很幸福 你還... 女兒是同班同學 對...大便一下對 你們還在畢業典禮的時候 一起玩蝶仙 講鬼王 我告訴你 他是最熟大最怕鬼的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畢業典禮的時候 到金山...金山安樂... 不是 不是安樂園 安樂園是隔壁 我們金山活動中心 那好像是不是呢 我們在青年黃豬中心這一排 一打開窗就是金山安樂園 當下不曉得 是 到了晚上的時候大家 哎...去 有些比較膽大無聊的 或是有女朋友的 就手牽手去逛牧原了 那我們這些... 腿共腿怎麼辦呢 對... 有人就... 來...來...來玩 一張紙上面全部都數字 然後中間有個圈上面寫著本位 是...還有個小碟子 都準備好了 然後畢業年輕的... 無聊的全部都來看 對...全部來...來...挖...挖...挖... 挖...挖...挖... 真假的... 好笑笑的 你們...來這套幹什麼 你手...在幹什麼... 又在推...推... 你自己推...來這套... 來這套... 然後不信 然後... 班長一直講話 其他...其他那些皮特同學 就說... 那問啊... 他們到底問了哪一些本問題呢 後面發生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們進個廣告馬上回來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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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志正跟陳維銘... 他們在畢業典禮玩疊先後面下場 到底是怎麼樣呢 那班長就講話了嘛 旁邊誰見人就問啊 那... 問問他是不是在這裡啊 嗯... 在... 就走到在... 就在這個附近 協志來了 嗯... 來了... 貴姓啊 我也忘了 好... 成為名姓陳嘛 耳東陳 就知道陳 你帶...來這套... 怎麼... 靠... 那... 真的有的話有本事嗎 吹一陣風來看看嘛 是不是 馬上 對啊... 你吹得有... 後都說不清楚啊 我... 問他是... 是不是在附近 對 對 那又在附近 你們又在這 啊... 來這一套 不可能啊 我告訴你 要是... 媽... 要是有那麼厲害的話 你媽... 叫他現身吧 現身喔 好 越玩越猛 好喔 好玩又... 那窗戶就這樣子 拍打 撞擊聲 不斷 用手推都推很難推 不是旅門窗耶 不是嚇死的 是那種木門窗有沒有 不是啊 你們不是全部的同學 幾十個都一起在看他 可以現身喔 什麼幾十個 本來好多個 好幾班 加起來應該有幾百個 就一陣... 走... 大概只剩下七八個吧 只剩下圍那邊 嘴見的都先繞跑 你知道重點來了 請不回去怎麼辦 對啊 爹先請不回去的話 就跟你一輩子 會出事 一定會出事嘛 後來我就聽說 要醃進酒 我們就趕快去找鹽找酒 然後鹽酒都放在那邊 砰... 砰... 砰三下 那個酒啊 砰酒杯 砰酒杯 然後那個... 那個泡泡... 泡泡泡來 那個酒我們是不曉得 就進過了也不敢碰 那煙是... 砰在那邊 那個火星酒 就跟拍片一樣 真的吸很快這樣 就跟拍片一樣 當然沒有那麼快啦 但是... 感覺像有人在抽菸那個 那樣的感覺 靠... 怎麼亮了... 亮了... 怎麼辦 拜託請歸位... 然後... 一直不走 還在麻... 那一段時間我就... 也繞跑了 那是不是成為每一個人 因為手... 不在我們這個 對啊 我們不在嘛 是四個嘛 那旁邊人問的話 他一樣照答 就玩的是四個人嘛 對啊... 那我的印象中 陳衛銘有呆 那後來他自己跟我坦白 他也繞跑了 那剩下誰 因為四個時尚 看他做得很近 事實上他手指沒有點上去 是那四個同學 對... 就那四個同學 其中家裡有一個比較有閒的 然後有一個住在木柵的 然後其他另外兩個 我已經模糊 好像別班的同學 是... 那後來聽說都出事了 什麼事 出什麼事 那住木柵那邊 他本來是好學生 就是我們常常作弊的對象 就是... 就會吵吵吵... 然後換考卷 這樣子的好學生 然後後來聽說他染上 那個... 那時候什麼課藥煉丹啊 那些時候 壞小孩的時候 玩的玩意 他都沾上了 那家裡也很不好 後來大掃除的時候 快過年嘛 要大掃除的時候 搬開 他的床裡一窩小蛇 好像有小蛇在家裡 而且那時候沒有寵物蛇 是啊 根本沒有寵物蛇 因為我沒有在現場 不知道 你知道 然後後來... 又說他... 後來不曉得 練丹科要頭髮壞去 然後就從山坡上... 滾下來了 那很慘 那後面都沒有聯絡 後面的...聯絡 那有沒有半生不遂 我不曉得 但是另外一個同學 是全身不遂 全身不遂 另外一個同學是 坐車子啊 直接過那個成功... 成功還是直牆 就要去那個... 中影 過一個那個... 練國的直牆 過去的時候 剛好一出來 一出來追撞那個... 大火車 大卡車 車頭整個塞進去 嚇到人家在那個... 對 直下去 對 好慘喔 全身不遂 全身不遂 也沒辦法開口講話 可以開口講話... 可以講話 但是很微弱 但是玩蝶仙的代價... 很大耶 對啊 我曉得這兩... 不要去亂請這些 有的沒有的出來 你們在那邊金山到底請到的是什麼 應該是當地的... 我們一般來說請到的所謂蝶仙 都是當地的亡魂 對 那... 所以以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他看他亡靈兇悍是不兇 所以有時候 你請來的 對... 甚至我們也有請過 他不一定是人 不一定是人的亡靈 修煉者 比如說狐仙啊 蛇精啊 對... 那倒是他剛才講到... 那出現蛇有沒有 會不會是蛇精 那個會有影響喔 他通常... 是說內衣或蛇 他後來小蛇 他不知道後來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對... 那很重要對不對 對... 因為古書裡頭有記載就是說 像這一類的... 比如說這一類的東西是不可以殺掉的 那怎麼辦 放生嗎 你要找的地方... 對... 你找的地方把它放掉 那如果像... 我記得曾經有個古書上面有記載 就是他在他的屋頂上面 發現就是一窩的小蛇 那還有一窩的那個殘廚 結果那因為他家人就害怕 他怎麼會有這個... 好像家裡頭會有什麼樣的擔心 就把那個殘廚的蛇打死以後 整個家人就摔退 而且他很快的... 他的那個... 也發生了一些官司 出了一些事情 是喔... 所以不能亂處理這樣子 你也主持過靈異節目耶 對啊... 那時候... 主持有台的啦 一個... 一個就是外景的靈異節目 是 然後那時候要去... 做這個... 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就是說要去採訪的時候呢 我... 其實我滿俗啦 坦白講我真的很俗啦 我到現在我都還不敢出外景啦 真的 我很俗啦 因為那個東西對我來講 我已經掙扎了很久 到底要接還是不接 要接還是不接 因為我很不喜歡去碰這個東西 是 因為我會覺得全身很不舒服 對 然後好了 接了 然後那時候是到桃園的一個 很著名的一個金三角的那個地方 它有一個時鐘 如果去桃園跟桃園人講說 那個... 那邊有個時鐘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然後那邊就有一棟呢 以前的火燒的房子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外面還有寫個叫做 古早人 古早人 像禮法廳之類的 那邊有戲院有禮法廳 然後它外面的走廊那邊呢 大概已經擺了有上百個那種的神主牌位 就是已經往生了 是不是華國戲院 我不知道 對 試試老師那家 我不知道 然後後來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我還沒有進去 然後有老師在 我說老師快點 有沒有什麼護身符給我 你知道嗎 反正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道教 秘宗 反正能夠拿我 全部都拿就對了 就放在城上 然後剛剛走進去第一樓 那個一樓的時候 我去的時候好涼 你知道嗎 我兩個手子比箭子 那個手已經比到 好像是那種已經僵硬了 因為太緊張 就一直這樣子很僵硬 一直這樣子很害怕 然後走到一樓的時候 就已經全身很不舒服了 暈眩 然後就是完全都不對了 然後他們說要上二樓 那個二樓才是真正最精彩的地方 我說你還用上二樓啊 我怎麼上得去啊 那個腳是軟腳的 你知道 爬那個樓梯都是軟腳在爬的 好了 一上到二樓之後 那個老師先帶到中間的中心點 因為它已經火燒過了 所以它四邊都是空的了 只剩下一些那種大樑兩柱 然後裡面都是那種烏曲抹黑 那種禮物被燒過的那個房子 全部人一批人帶到中心點 我說老師在這邊幹什麼啊 他說不是 它的那個大樓中間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陰陽門 所有的那些東西 都從這個門出來的 對 所以它那個那棟樓 剛好就是蓋在那個陰陽門的地方 所以它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多的事情 是這樣的原因 他說因為都在這個地方 我說那我們在這邊幹嘛 我說我又不是要穿陰陽門 我說我們可不可以離開這個地方 然後他就開始做一些串場之類 我根本串不出來 我連開口都開不了 那個嘴巴是... 像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他們說那怎麼辦 就叫老師串場 然後現場還請了一個那個 就是有靈異體質 可以那個附在身上的一個女生 跟他溝通嗎 對 跟他溝通的 然後他們說那麼就是 請老師跟他們去做這樣子的一個 拍攝的畫面 我說好 你們去拍 我是在旁邊 我們到底該怎麼辦呢 你知道 然後呢 就突然一個 上來一個男的 然後上來一個男的時候呢 就覺得那個女生 原本講話的聲音啊 跟他上來之後 已經是完全不一樣了 他是一個男的 然後就說他們很痛苦 然後因為被火燒傷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一直在講解 希望老師救他們幹嘛 那老師說 那也要看你們有沒有那個的圓 跟這樣的福報 他就把一杯水 就化成淨水 就給他們喝 他就叫我把那杯水 拿到那裡 我說喔 我就拿過去那個椅子上 放在那邊 好 去那裡 他說我喝嗎 不是你啦 我去那裡的人去喝 我說喔喔喔喔 他就那些人去開始排隊去喝 我以為他在跟我講話嗎 我以為你就傻了嘛 然後我說你叫他們喝幹嘛 沒有啊 因為他們全身燒傷 你知道嗎 很痛苦 他先讓他們把身上的都有東西 傷先幫他們治療好 然後治療好之後他就說 喝完了 去外面排隊啦 我說排隊我嗎 不行 然後他就說不是你啦 別愛人啦 去排隊 等時間去給他們操控的時候 對 然後但是你知道嗎 我以為喝掉就沒事了 結果喝了就排隊 還沒喝完